一家屬於西班牙 羅巴航空的波音七巴西客機 在1號 從西班牙馬德里 飛往烏拉圭途中 因為碰上強烈亂流 在巴西迫降 而乘客拍下事後的畫面顯示 機內一些座位的頭頂上 行李艙門被震開 還有部分天花板剝落 甚至還有椅背被震倒的狀況 而這架飛機 當時載有325名乘客 其中至少40個人受傷送醫 經過治療之後 大多是平安出院了 沒有受傷的乘客 則是在其他地方過夜之後 再轉搭其他的班機 前往目的地